台灣有一下No.1的運動叫做巧褲球 過去40年來的比賽 只有台灣有參賽,接以大比分擊敗對手 以全勝的戰績獲得金牌 海豐第二名好幾條街 全世界沒有一項運動被單一國家壟斷成這個樣子 幾乎連俗稱夢幻隊的美國藍藍國家代表隊 都曾翻傳過好幾次 2005年,台灣代表隊前往認識比賽 並在決賽擊敗加拿大隊 在頒獎的典禮上 加拿大隊跪下來膜拜台灣隊員 表示佩服的五體投地 2007年巧褲球世界盃在巴西舉行 台灣因為經費不足所以不打算去 英國、加拿大、瑞士等巧褲球強國 贏鬥台灣不去後紛紛退賽 因為他們只想擊敗台灣 巧褲球真的是台灣一個人的武林 不過巧褲球並不是台灣發明的 為什麼台灣可以強成這個樣子啊 今天我讓大家看得懂巧褲球 並解答台灣強成這個樣子的秘密 1969年,來自瑞士的醫生布蘭德博士 他發現很多運動傷害 都是為自己碰撞而發生的 如足球、籃球、橄欖球 可能還會有一些小動作 拐人推人、買地雷等 都會讓人越打越火大 博士是一名PACE主義者 覺得運動應該跟孔子說的一樣 君子不會吵些有的沒的 如果要吵的話就去聖先長吵 賽前互相行力、賽後互相致敬 不過這種無碰撞的比賽缺乏互動性 如高爾夫射擊撞球等 不是說不好就是缺乏一種激情、一種競技感 於是博士參考了排球、手球、籃球等球類 最後發明了巧褲球 巧褲球的特點是可以很激烈 但又不用身體碰撞 或是說你進攻我就一定要防守 那巧褲球到底要怎麼玩呢? 巧褲球最好的場地是戶外草皮 不過國際比賽多選在體育館 場地和籃球場一樣大 兩邊各有一個反彈網,不分敵我 雙方的球員各有七個 通常的配置圖如下 反彈網前有一個三公尺的禁區 如果場地有限,甚至連一個網都可以玩 玩法很簡單 結果持球者拿球丟上了反彈網 如果對方沒有接到就得了一分 如果接到就可以立即反擊 簡單說就是你丟我接,我丟你接 沒接到算你輸 過程中不能阻止對方傳球或者進攻 對手衝進來攻擊就一定得讓開 此外小顧球有33的規則 持球不能超過3秒 截球後最多只能走3步 傳球也不能超過3次 一傳二傳後一定要進攻 且同一個網最多連續攻擊3次 如果只要遵守以上的規則 那就可以在場地內自由攻擊 七位球員也可以自由配置 例如可以七個人攻擊同一個網 但受限於三傳的限制 通常一個網只會佔3個人 一名球員在中間協助 比賽分為3局,每局12-15分鐘 得分高隊伍就獲勝 因此可以看得出來 小顧球不但對手激烈的碰撞 還要發揮力量的精神 玩起來是和樂隆隆 雖然實際符合孔子說的君子之爭 因此又成為君子球 不過小顧球的節奏很快 得分也很快 並不沉悶 由於球中到球網的聲音 類似法文的chook 所以被命名為chookboard 那這一種原在瑞士發明的球類 是怎麼在台灣發揚光大的啊? 那麼時間得回到1977年 當時師大教授方瑞銘 代表台灣參加在比利時舉行的國際體育年會 而70年代是台灣外交受挫的年代 1971年 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之後不斷和老共爭奪實在是真正的中國 1970年代中期 老共在國際上的形象越來越好 與許多國家紛紛建交 中華民國邦交國則越來越少 並在1979年與美國斷交 因此方教授在與會的六天期間 被當成了邊緣人沒有人鳥他 後來方教授發現 怎麼大家都在玩一種新發明的球類 叫做巧姑球 而且體育年會的秘書長安德魯 同時也是巧姑球總會的會長 於是方教授飛往了英國找了安德魯 表現又回台灣推廣了巧姑球 安德魯本來態度普惠冷淡 一聽到對方要學習巧姑球 態度立即轉變 方教授也藉由巧姑球 取得了體育年會的代表權 方教授隨意在英國買了一組球網 還帶回英文版的巧姑球規則 回台灣後也沒有食言 由於教授在台灣體坦的地位頗高 底下更有許多徒子徒孫 因此很快的推廣開來 不過從英國帶回來的球網就只有一組 但推廣總需要球網吧 全世界會做球網的廠商在瑞士 於是台灣想買專利自己生產 但國際球種懼怕了台灣人的散散能力 怕被反傾銷 因此不願意給專利權 教授只好跑去南部沿海 看有沒有做魚網的廠商 想自己土炮球網 最有網只是做出來了 不過彈性並不好 這些導致剛推廣的時候 各個學校普遍覺得不好玩 這個就很難推廣 當然不好玩的原因 其中一個部分是規則還不夠清楚 歐雷比賽規則的組件完善 雖然沒有被喬總授權 台灣最後還是把球網給做好了 更在政府的補助下 在全國各地舉辦循環演講與比賽 因為巧谷球簡單好學、器材便宜 也確實蠻好玩的 於是發展又越來越快 過去的40年 台灣開始壟斷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巧谷球賽事 男女代表隊共拿下了26面金牌、兩面銀牌 完全自霸巧谷球界 那麼問題就來了 為什麼台灣的巧谷球可以搶成這個樣子啊? 首先要感謝台灣的巧谷球之父 前面說的方瑞銘教授 當公司把巧谷球帶回台灣後 利用自身體談大佬的影響力 器而不捨地說服教育部 所有巧谷球值得推廣 人員器材簡單又沒有場地的限制 最後教育部把巧谷球列為中小學的體育課程中 強迫所有的中小學生都要學習巧谷球 所以台灣50歲以上到65歲之間的人 多少都玩過巧谷球 有人開始玩後 國內的賽事就多了 也就維持了一定的強度 不過後來巧谷球又移出了體育課 因此除非學校有校隊 也要不然50歲以下的台灣人 也有可能連巧谷球都沒有聽過 其實最少巧谷球也不是進行取向 阿民仁不然的博士曾說過 運動不是為了優勝 而是要建構一個美好的社會 只是台灣在國際賽為了取得好的成績 打巧谷球魔改得非常的禁忌 在技術上不斷的創新與改良 如以前的巧谷球的丟法 彈跳的角度是可以預測的 不過台灣的選手丟出的球有螺魔球 彈跳的角度無法預測 也就接不到球了 這一種球是由前巧總的會長 現任台灣巧谷秘書長方森森老師所發明的 由於他以前是棒球隊的球員 所以引進了棒球變化球的概念 用手腕和手指的力量去循環球 讓球不規則的彈跳 讓國外選手一籌莫展 在戰術研發上也有很多的創新 且台灣的巧谷球國手 從小接受嚴格的訓練 一路從小學、中學、高中一路打上來 然後拿到世界冠軍 這也要多虧政府的大力支持 除了提供獎學金辦比賽外 許多大學都有巧谷球的提保生命額 巧谷球國手可以免試入學 未來取得教育學成後 再度回到基層任教 在就業上無後顧之憂 但1994年修訂的大學法 大學不再招收巧谷球的提保生 沒有了升學管道 讓家長不再支持巧谷球 也就沒有人想練 導致巧谷球在台灣有一段黑暗時期 玩球仍大幅減少 好,在2000年左右 在一群教練的努力下 巧谷球再度滿血復活 不過說到繼承體育的發展 發展最好還是台灣的國球棒球 三級棒球球隊數量接近1000隊 政府更是大力的支持 我們也有職業聯盟 那為什麼台灣成棒國際賽的成績 往往不是很好 就是因為對手更強 巧谷球也是同樣的道理 即使台灣的成績很好 但在國內人屬於冷門運動 更別說歐美國家 巧谷球在國外屬於俱樂部的等級 玩的人非常的稀少 而且是玩身體健康的 並不以經濟為主 你問起他們選手的職業 有可能是醫生或是首營員 而台灣就真的是半職業選手 台灣的訓練非常的扎實 如前巧總會長方真正老師 他說過他對學生非常的嚴厲 而台灣像他這樣優秀的教練不在少數 自然訓練出來的選手 實力就遠勝國外的隊伍 其實這種訓練的方法 是有點偏離了巧谷球發明的初衷了啦 最後巧谷球的高層機構 如國際巧谷球總會 以及亞太巧谷球總會 都設在台灣 其實兩位的會長都是台灣人 可以辦理各級賽事 並舉辦國際教練以及裁判研錫營 巧谷球外來發展的走向 全部都由台灣人說了算 曾經有34年的時間 台灣都還可以用中華民國名稱 參與巧谷球的國際賽事 直到2019年 因為澳門隊的抗議 才敢用中華台北 除了一群熱心奔走的教練 此外就是台灣的巧谷球成績好 政府看到後給予支持 體委會專案給了一筆經費 讓國際巧總賽在台灣 並代表台灣到世界各國去推廣的巧谷球 也算例內的體育外交 其實看懂巧谷球後 會發現巧谷球並不無聊 這麼好玩的運動竟然還是台灣之光 實在是很值得推廣